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这个异常指数 因为西医检查不外 就是异常形态跟异常指数 那我跟各位讲 异常指数会不会引起病症 会不会百分之一百 不可能一句话 也就是包括高血压糖尿病 跟所有的病症或症状完全无关 它只是一个果而已 也就是现象果不可能生出一个症状来 也就是果不可能生果 那表示这些异常指数 对原始点重因节症 有没有帮助 或是对中医有没有帮助 解决疾病的症状有没有帮助 我跟各位讲 完全没有帮助 我后面还会讲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所以简单地讲 这些只是一个抽象的数据 抽象的数据根本跟体伤完全无关 它不会影响组织器官运作 顶多就是组织器官运作 失常的一个状态下 它有一个现象 那这个指数可能代表一个果的现象而已 讯号而已 但它不是它的因 绝对也是果的现象 所以高血压有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的 如果有症状很简单 你把它按一按 就可以改善 也是照我们这样的处理方法 那按了它的血压呢 它血压不一定降 所以从种种包括糖尿病这些检查 那癌指数各种癌指数 那就更荒谬 它跟体伤跟热能不足 完全是无关的 所以这一条连辩驳都不需要辩驳 也就是如果比较有可能的 我说的还有异常形态可以讨论 到了异常指数是根本不需要讨论 好 那这一条 如果你们说有 那把这样的患者拿来 症状你揉一下 很快就解决了 这是可以当证实的 那但是你看 我们多少人因为不知道 我相信在座的或许 还有人在吃怎么样 高血压 准备吃到老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果然还是有人举 确实他们吃了 因为不了解 西医 他说的很严重 高血压不吃不行 以后会怎么样 脑中风 你们会害怕的 但我跟各位讲 这跟疾病是完全无关的 所以这一条 我认为连讨论都不需要讨论 那如果有马上这些病人 都可以立即做 好 那这一条 我们就谈到这里 我们看下一条 由于有疾病症状才有医学 因此人知健康与否 是以有无疾病症状为准 而所有身体的异常 因为既不是疾病本身 症的不适感 功能紊乱 即体力虚弱 与壮的体表组织胜损 所以不能作为判断 健康与否的诊断依据 也不是疾病之因 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也不能作为 从因解除症状的治疗凭证 这一句话代表什么 因为有疾病症状 不是靠仪器检查 古代是没有仪器的 但古代的人知不知道他生病 当然知道 要不然古代怎么会有医生呢 这个我们都讲过 那患者怎么知道他有疾病 因为疾病是一个抽象名词 具体发生在我们身上 不外就是什么 症跟状 但你看这些异常形态也好 异常指数也好 跟我们的疾病的症的不适感 功能混乱 体力虚弱有没有关 无关 跟我们的状 有没有关 也无关 那显然他就跟疾病无关 那既然跟疾病无关 那你怎么能作为 诊断的依据呢 你健不健康 不需要仪器的 你自己就可以感受到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们好像在追求一个 更精密的仪器 但这些精密的仪器 既然跟我们认知的疾病 身体的疾病的症状 是不相干的东西 它只是一个科技的产品而已 但不能判断我们的健康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 从因解症的角度来看 这些检查异常形态也好 异常指数也好 它也跟疾病的因 也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也无关 体伤就是我们说的 它有分他处根本处 你只要按开关你就知道 但它没有他处体伤的概念 也没有热能的概念 那它也不是 为了检查出疾病之一 所以这些检查 跟疾病之一是无关的 那所以对原始点 从因解症来看 它也是一点帮助也没有 也不能作为凭证 所以这已经代表怎么样 原始点其实它是两 跟现有医学 它是两种怎么样 不同医学的体系 但两者体系 却可以从原始点角度 很快看清楚 有一些疾病 是不是可以借助西医的治疗 有些是不可以的 比如我们刚刚已经讲 只要是他处体伤 绝对不是西医的检查 或治疗的方法可以处理的 绝对跟他们无关的 他们只能说 因为他们西医都是 从患处下手 也是从果来解症 他们是这样的 不是从因解症 所以只有本处体伤 跟他们比较有关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本处体伤像黑脚阿嬷 是不是本处体伤 是啊 那个按的是没有效的 那就是本处体伤 那西医有没有办法处理 有他们这样的处理 大家就看得到 因为他把脚趾头黑掉 他就把膝盖砍掉 那脚趾头还会不会痛 已经没有膝盖 膝盖以下的脚趾头也没有 那脚趾头还痛不痛 已经离开你的身体 他的痛与不痛 跟你也无关 所以很显然 他们也能达到治疗 所以我说西医是从患处下手 只要跟本处 也就是你开关开了 没有效的 才有可能跟西医有关的 那如果开了有效的 电灯会亮 完全跟医学是无关的 那表示西医 如果说我们疾病分 他处体伤跟本处体伤 从这一点已经很清楚的看到 原来西医所有任何的研究诊断 他只是为了解决本处而已 他处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是一路做才终于很清楚看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但很多症的不适感 多属他处 那表示这个医学是很多病 是已经把我们误导 也就是不该开刀的也开刀了 是问题出在这里 所以重阴解症它是不需要仪器检查 因为它已经发展成一套体系 那中医的针刺穴位一针 就是在解决他处体伤所致病症 那这个也是西医无法 所以难怪你看当时候美国总统 尼克森不是访问大陆 然后看到有人 不需要麻醉剂就可以手术 他只扎几根针 患者好像很清醒就可以进行 那为什么不痛呢 他们还找不出来 原来那是开关 开关扎了 患者就不会痛 是这样来的 所以中医的针灸 就慢慢被西方很多人开始学习 但他们不知道其中道理 原来西医原来就是缺少这一块 中医也不知道 原来这是中医的宝 西医是没有办法解决他处体伤的 只有中医 那现在原始点更清楚 大开关找出来之后 你只要按几下就可以解决 所以这一部分等于医学方面 还完全没有涉足的 所以现在西医很多医生 也在学习针灸 但他们为什么学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原来疾病就是分他处跟本处 那他们解决的就是本处 脚痛治脚 头痛治头 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 他们不知道原来他处体伤 才能解决症的不适感 这个也是 因为我太太 在安宁病房的时候 我按道 我说我为什么那么兴奋 你看我当医师这么久 那时候我已经当了15 16年的中医师了 这个道理我竟然还不知道 有可能他在这里痛 我附近都还在扎针 还不知道一定要从他处找开关 有时候我早期眼睛痛 我还在扎眼睛精明泻 那是不可以扎的 现在已经都清楚了 患处是不能扎针 因为症多数他处体伤 你一定要再从他处找开关 就像电灯没有亮 你一定一进门 不是去修理电灯 一定要先怎么样 早开关 所以从阴解症 他已经化解了 就是我说的他处体伤 西医没有 那热能不足又是更重要 人体本来就有 致抑力修复力 但少了这一块 当然西医的从国解症 从患处手术 当然也解决了 我没有怀疑他不能解决 但是付出的代价变得怎么样 很大 这也是我们需要深思的 像黑角阿嬷 他这个不是他处体伤 他是本处体伤 但我们用内外热源 包括红豆袋 16个小时以上温敷 还有广东的黑角阿嬷 我们撒姜粉 还有乳癌 我们撒姜粉 既然这个肉就怎么样 慢慢生出来 而不是再去挖 再去手术 再去化疗 通通不是这样 然后这些人活得很健康 完全是身体免疫力 制衣力 完全自我修复 所以他处体伤 他们没有 热能不足也没有 那这个本处体伤 还是有缺陷 表示西医一路研究 我说所有的疾病 不过就是他处体伤 本处体伤 那这个牵扯到 后面热能的问题 热能就供应这两个 能修复它 那它没有电力 这个概念 只有只能从怎么样 本处体伤下水 那后遗症就会变得大 那至于他处体伤 它是完全束手无策的 现在的医学状况 目前是这样 好 我们继续来读下一段 虽然仪器 亦可检测出体内的组织受损 如气胸 骨折 脑溢血 胃出血 溃疡 发炎 沾黏 但本处体伤所致的组织受损 不论是属体表的 还是属体内的 只要热能不足得以改善 身体就可自行修复 故从因治疗病症 不必在细究体内 有无组织受损 好 我们也承认 它们仪器检测出来的 不只能够检测出 异常形态 它们还有一类 可以检测出来 就是怎么样 体内的组织受损 但我们说撞 我们把它解释为 体表的组织受损 中医也没有办法看到体内 早期没有仪器 对吧 原始点也没有办法 我光看 你说你里面有没有脑医血 我也不知道 你里面有没有气胸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你是胸闷咳嗽而已 但不知道难道不能治疗吗 不是 因为这些组织受损 我们从体表已经观察到 刚刚我讲的 像黑角阿嬷也好 乳癌也好 你只要给它对的热源 然后让它体力恢复 激起它的自抑力修复力 它就可以怎么样 达到自我修复 也就是这些病 事实上 你只要给它对的 它就可以修复 那也进一步讲 重阴解症 你不用再多出一项怎么样 体内到底有没有组织受损的问题 你只要把患者感觉的症 的不适感 或功能混乱 或是体力虚弱 把它修复好 还有状 把它修复好 那里面的组织受损 一样可以怎么样 修复 它这个意识是这样 那这样西医的检查出来 它虽然可以检查出 这些组织受损 但对我们有没有意义 治疗有没有意义 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我才说 既然这样慢慢发展 我是一路坐下来 有没有意义 不是我自己说的 而是患者怎么样 累积很多案例之后 患者告诉我 我只不够帮他们做怎么样 总结 其实我在写原始点 一路上 我很小心的一点就是 我不加进我个人的意见 而是由患者的案例 然后很多案例 我找出一个原则来 原则性 然后再从这个原则性 做总结的 简单讲 我就是如实 告诉各位而已 没有说我要加进什么 但这些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可贵处就在这里 因为你要不要知道答案 不是哪个医学说了算 是怎么样 医学是要服务患者 而是患者告诉你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才是真正的真理 所以为什么原始点 一再强调 原始点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原始点只要离开人 什么都不是 它是从人本身 一路一点一滴的研究摸索出来 这才可贵 那才可以看到真正的真相 好 我们现在为了这一句 好 那为这样说来 难道脑溢血 我们也可以不管 脑梗塞也可以不管吗 还有什么发炎 沾连 什么骨折 气胸都不管吗 确实我们是不管 但我们确实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 脑震荡的案例 脑震荡案例 我要感谢张召汉医师 给我们机会学习 岩石通点疗法 在2011年5月13日 我和太太参加了 岩石通点疗法的五天课程 在第三天的清晨 我在乎坏做健身运动 脑退走 结果一不小心 蹲时失去平衡 后脑着地跌倒下去 我迷迷糊糊 好像失去了肢结似的 醒来发现 鼻红流出一些血 我自己人觉得 还可以走回宿舍休息 过了一回合 头部感觉到又孕又痛 开始反胃突了起来 张医师把我按了之后 就感到好了一点 可是头还有痛和韵 张医师说按了之后 还有痛 就肯定是头部阻值受损 最怕是有了雨血 就必须24小时做温敷 喝人生姜汤 早晚按一次 如果三个月不好 六个月一定会好的 开始了头两天 不想吃也不想喝 眼睛也看不清楚 背部很痛 背部做了岩石通点疗法 一个星期之后 背部不痛了 胃口也好了 经常的打嗝也没有了 第二个星期之后 头部不痛了 温敷就减少 人生姜汤还是每天喝 我一直都没有去看医生 可是我的心里好想知道 我的头部到底怎么样 太太要我等好了才去看 因为照CD scan的上色线很伤身体 两个半月后 我去照了CD scan 医生很紧张 说我的头 乳裂了 没有雨血 但总还没有完全消掉 要我明天回去看报告 医生并说 我的阴气真好 才没有雨血 没发生大事 结果医生又说 没有什么好治疗的 三个月后 头晕也好了 医生可知道 三个月来 我的太太为我连续每天做 岩石通点疗法 已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感谢张医师的无师教导 教导我们新的 简易的保健方法 岩石通点疗法 谢谢 我们从这一个脑震荡的案例 来探讨一下 它也有流鼻血 头痛 头晕 吃不下 种种 我按完它有没有改善 没有改善 那没有改善我就知道 这个是它处还是本处 本处一定是本处有体伤 就是开关开了电灯还不亮 那一定是电灯泡 或电线有问题 所以我就很笃定 我说你脑部一定组织已经有受损 有没有 我就当场跟他这样讲 但我没有讲说 你脑部有生肿瘤 我不这么讲 因为两种是不一样的概念 异常形态 跟这些急性病是怎么样 几乎是没关 所以你即便以后 很多人是很不幸 急性病车祸了 他去检查 结果头痛 检查出组织没有受损 反而说 哎呀你检查出脑瘤来 那结果西医就开始处理你的脑瘤 那我说像这种病 急性病 跟脑瘤是怎么样 完全无关的 他平常就好 你这一次车祸 引起的 那跟他也没有关 一定是组织受损 比较有可能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第一个就怀疑 他一定是组织受损 最后照出来 也确定我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因为他头盖骨裂开 那西医说 哎呀还好 裂得那么大 竟然没有出血 怎么可能 他当时就已经流鼻血了 有没有 所以我就怀疑 他应该有脑瘤血 那脑瘤血我也认为 那也是果 你只要热能够 组织就可以修复 但西医就是没有这一个 热能的概念 所以西医遇到脑瘤血 他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手术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中风 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后遗症 他一定是手术 把那个血块 或是什么清理干净 但这个是不需要 也就是你只要热能够 身体就可以自我修复 而且修复的 完全没有后遗症 所以这个也是 那这个如果进医院还得了 所以我建议他 你就照我的方式 结果最后他听进去 最后你看好了 有没有任何后遗症 没有 完全好 好 这绝对不是单独的案例 像这样的案例还蛮多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 脑出血案例 患者叶先生63岁 于2011年3月30号 在其自行车送户 途中摊倒在路边 经路人报警 送至附近医院急诊抢救 入院诊断 一 脑出血 二 原发性高血压 三 电解质杂乱 住院期间 其家属向我咨询治疗意见 我建议采用原始点为上策 家属采纳我的意见 于4月20号 入院三周果断出院 当时家属为他购置了 瘫痪用床和首推轮椅 出院次日4月21号 清晨 我带上光盘 去患者家中 进行头部原始点按推 并煮内服姜汤 外用外热源 除为停用降压药外 其他一切治疗手段停用 也教会家属手法操作 白色处代表出血 处理效果十分明显 一周后患者可下床走 一个月后 生活基本可自理 当初准备的床和轮椅均未使用 四个月后 8月15号 卢岛CT复查 血块已完全吸收 脑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于2014年6月5号 再度登门造访 患者一切正常 并可操作配索 出血处已恢复 前后历经四个多月 这个是西医确定 也是脑出血 那他们准备要开刀 结果这个他的亲戚中老 建议他不要 那个中老本身 其实也是一个西医的 因为他本身以前就是腰痛 然后用我的方法处理好 所以他相信原始点可以 结果也证实了 那如果这一个患者 你看已经造出来脑溢血了 这些报告对我们有没有意义 也是没有意义啊 我们还是造体伤 好 按了没有效 那就本处体伤 本处体伤就是加强内外热源 然后身体慢慢就可以修复 而且修复好的时候 完全也没有后遗症 所以我说人体的自医力 修复力 比我们现有西医的医疗 还怎么样 更完善了 但我们现在的人反而怎么样 不再相信自己 反而相信复杂的 这些治疗的仪器了 这个是指的深思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气胸的案例 我平时习惯喝冷饮 也多年抽烟的习惯 经常熬夜 于2017 5月21的时候 5点20早上 起床后发觉右胸怪怪的 有点压迫感 呼吸不顺畅 但想说过一下子没关系 就照常生活 到了2017 5月22号的时候 早上7点多 同样的症状 但多加了咳嗽 感到不舒服 想说应该没关系 到了中午才去看医生 到2点的时候 医生诊断为气胸 区域马上开刀 我爸来过原始点 听过讲座 深知气胸是不会产生症状 而是因为体寒体伤所造成的 他就马上 联络基金会的志工们如何处理 于下午5点 这时候我们办处员 6点的时候到基金会 由志工紧急处理 先帮我 魂服喝姜茶再进行按推 按推时 感觉非常痛的地方 是上背部跟肩部 经处理后 觉得右胸 就没有那么的 那种挤压的感觉 呼吸也慢慢的顺畅 做完这些后 回家后 也持续用了暖包 温敷 也喝姜汤 喝姜汤 然后它的做法为 一斤生姜 加1500cc的水 然后熬制变500cc 然后再加上 人生5000 2017年5月22日 X光片 与左肺相比 右肺明显回缩 2017年6月5日 X光片 14天后 右肺大小 由明显恢复 这个气胸很明显 是真的照出来 但如果没有照 之前原始点 只要遇到压迫感 呼吸困难 能不能治好 可以啊 它照出来 我们还是温敷按推嘛 没有照 我们也是温敷按推嘛 照与不照 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所以原始点要不要 从仪器来检查 再来治疗 很显然 看似多余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 但 你看这个我举的例子 我就没有举什么异常形态 像肿瘤啊那些 因为肿瘤根本跟这个又无关 尤其急性的 根本跟肿瘤无关 但我们很多人 现在被西医讲成这样 很多的疼痛 只要你检查出肿瘤 都会有相干 所以我才说 异常形态跟组织受损 组织受损 反而比较有相关 但像这样的处理 也可以证实 按完马上有效 它处体伤 跟所有的这些照出来 统统无关 不管是异常形态也好 组织受损也好 都一样